他说老祇是真地往生极乐世界 他们看得很欢喜 不再抱怨了 不再抱怨了 看到他往生我们很羡慕 也得到很大的启示 所以也就想学佛要皈依 我们给他做了三个皈依 要求听经 听经我们念佛堂常常讲经 他说讲堂光太大了 他们受不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安排在摘堂 摘堂用电视 喜欢听什么呢 他就指明地要地藏经 要十三个道经 他们在诡异地狱道 跟地藏菩萨的语言就神了 是这个意思 那么现在我们就用这种的方法 你们如果这渊亲债主很多 你不妨呢 学山西小院 或者用三个月 或者用半年 足够了 山西小院都没有超过半年 我每天送地藏经 给冤亲债主回向 特别的跟冤亲债主调解 化解这个怨恨 自己真心忏悔 以后不可以再做对不起众生的事情 对不起鬼神的事情 你把你冤亲债主化解掉 六个月之后 你再恢复 念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经 还是要求神见度 如果不能到极乐世界 主要记住 你永远没有办法脱离六大陆 那世界很麻烦 所以我们要有很大很大的决心 那么今天法国诸委有一份 黄中昌居士求神净土的发愿文 后面有他简单介绍 这个人就是听我讲经 他受了很大的感动 决定要求神净土 那么听说这些年灾难很多 他自己受过 他不想受这个灾难 也不愿意看到这个灾难 希望在灾难未发生之前 他就能到极乐世界 所以他闭关